Hello 大家好 今天陽光普照 天朗氣清 一片白雲 加上一個藍天 所以最適合踩單車 游下街市 說實話 在我內地生活 吃早餐 是一個必須的習慣 因為吃飽了才有力去踩 10元雞一個雲吞 真是值得吃 吃飽了便出發 今天要游的地方 就是內街 走走我 橫街集巷 這間外街較寧靜 不用在外面吸塵 還有可以看到風景 一些東西去看 一片綠油油 才能有精神 這裡有種了橙樹 原來橙樹可以種得到 原來南方這邊 一個個 好色不能拿 這裡也有些盜輪坐 但盜輪是載電單車 單車和客人 沒有四個輪 因為四個輪都很難進入 這條橫街閘巷 看下去的風景 在坦州周圍都是水 你看 真的被水包圍 這些路上踩單車 真的特別精神 水鄉的特色 就是多橋 多河流 還有這處 很多田地 耕田 種菜 都有很多 這邊的水稻 你看 水稻就是這樣種 不只是去到台山 原來坦州這邊也有 很漂亮的生菜 一片綠油油 這些地方 踩單車 確實心抗神儀 你看 多少菜 旁邊就是一條河邊 有人在釣魚 雨天 踩下可以累到可以休息一下 也可以走入村路走 但不用在外面的馬路上吸塵 發現到一間農莊 下次過來這裡試一試 沿著這條路 這樣踩的話 也看到很多稻田 有香蕉 這個稻田比較密 真的有很多水 所以叫水稻 旁邊的牽牛花也很漂亮 在這裏踩單車的話 真的寧寫醒神 各位 如果你們有機會過來這邊坦州踩的話 可以留言 約我一起去踩 坦州這邊 真的除了農地之外 也有些養魚 它的養殖業都比較厲害 那 就 今集介紹到這裏 下次再有什麼好東西 跟大家分享 多謝 謝謝 記得點贊關注哦